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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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此事会变才显现, 祭求真正温死修会, 愿祭求真正将论主持, 祭求思与共布光系, 地人数如尊成就其家事, 祭求仍云千决之生, 祭求素孝出颠到解之, 祭求尽断深行以后, 愿祭如尊成就其家事, 祭求仍云千决之生, 祭求素孝出颠倒解之, 祭求尽端深行以后, 愿祭如尊成就其家事, 祭求仍云千决之生, 祭求素孝出颠倒解之, 祭求净朕出颠倒解之, 祭求尽 祭求千决之生, 祭求史今实行以后, 愿祭求使的主持人, 祭求尽席深行以后, 愿祭求祭祟快去大经济运第五十八深更士, 如今穿云青监之生, 祭求尽二好吧练得之, 祭求仍云之生, 1976or 있다는乃iendo膽之生, 祭求疾比如华之生, 愿祭��自生, 祭求求サ ethicalаств Vamos then AS3.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 从今直至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修文法诸之良 归立有情 故愿大绝尘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老师好 那我们今天一起学习师父中义 我们先翻开课本 第29页 那我们基本上已经把 维世忠的部分介绍完了 那上次我们最后提到了 维世忠的开派祖师到底是谁呢 那他是无卓菩萨 那既然提到了开派祖师 也就是所谓的开大车轨 那这个开大车轨到底是如何安利的 那开大车轨是又有哪些呢 针对这个部分 因为在县关有一个专门的课题 所以我们这边把它列入 来跟大家介绍 那因为后面陆陆续续也会介绍其中的内涵 所以我们这边就一并讲起来 好那我们先看到这个表格 好那开大车轨 不明思义就是开出一条大路 开出一条康庄大道 在没有路的地方开出一条路 让后人可以追寻 所以称之为开大车轨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开派祖师 那在介绍何谓开大车轨 的时候有他的定义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 这是我们火猫学派 也就是江梦阳大师 在县关辩习当中 所提到的一个定义 那这边说到开大车轨 的定义是什么呢 不依人生相 之其他试论 能于佛语尚为解说之 圣者 所以这边说到了开大车轨 是有几个条件 首先呢 这个开大车轨 是他必须是来解释 佛语的 而且他是上为解说 所以提到了上为解说 解说什么呢 对于佛语上为解说 那他解说佛语的时候 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来解释呢 他是不依赖试论的 不依赖其他的试论 也就是说他在解释 佛语的时候 他是依凭着自力 以自己的力量 来去做解释的 当然这边的力量是指说 他不依赖其他祖师 所造的试论来做解释 而是就凭他的力量 当然佛语的加持 必须在其中 然后以他的力量呢 他去诠释佛语的秘义 无误 没有颠倒的 宣说佛语的义曲 那这个试论 是怎么样的一个试论呢 是指说贩子 所有的试论都包含在这其中呢 还是指哪些试论呢 所以这边提到的其他试论 所指的是说 并不是一个人 人生形象的 这种人 他所造的试论 所以他不依赖 人生像的其他试论 所以这个试论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人去著作 或者说不同的形象的 普特且弱著作 包含说如果是以慈式 弥勒菩萨著作的话 那弥勒菩萨他算不算人生像呢 严格来讲 因为他是在兜率天 所以他是天生 天生像 他并不是一个人生像 这边的人生像是 譬如像我们现在有这样的 血漏之躯的一个人生像 所以 这边所指的试论是一个人的形象 而且他是一个血漏之躯的一种 人生形象 他所造的试论 所以这边讲到的开大车轨师 他必须要具备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他不依赖的这种 是人生形象所造的试论 并且他能够对于佛语 尚未解说的圣者 菩萨形象 那最后提到的 他必须是一个圣者菩萨形象 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要加个形象 他不单纯只是一个圣者菩萨 就可以是开大车轨师 应该说开大车轨师 不一定就一定是圣者菩萨 他有可能是圣者菩萨像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开大车轨师当中 有一种不是圣者菩萨 那是什么 就是他是佛 他是佛 但是他以菩萨的形象呈现 就好比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提到的 磁士 弥勒 磁士弥勒呢 他是实际上他已经成佛了 因为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所有的诸佛 在大乘的中义当中 他们认为说 所有的佛 他成佛 他最先最先 一定是在色界的密言岔土 色究今天密言岔土当中 先成佛了 成佛以后呢 才会视线12项成道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 从降生多率乃至到人世间 然后最后视线成佛 在菩提坐下视线成佛的形象 那个是就以共通的索拉基础 看到的一个形象 看的是导师释迦牟尼佛 他这辈子在我们的说佛事件成佛了 好像从一个凡夫生 然后一直到究竟成佛 看的是这样 但实际上就以大乘的中义而言 这些都只是一个显现而已 也就是他视线出来的 实际上他早已成佛了 同样的现在至尊磁士呢 他也在兜率内院 他少计佛位 所以他已经降生多率 也就是他已经开始行12项成道的第一项 就是共通索拉基来看 他已经视线第一项降生多率了 所以严格而言 在解释佛陀意趣的这个至尊磁士 或者照现观庄严论的这个至尊磁士呢 他是佛 在我们的学派当中会承许说 他就是佛 但是他又是开大车轨师 所以如果在开大车轨师的定义当中 如果只局限于圣者菩萨者 或者说只局限于圣者菩萨 并没有加形象者的话 那就表示我们必须承许 至尊磁士呢 他是圣者菩萨 然而他并不是菩萨 他已经是佛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加了菩萨形象者 来强调说 其实他不一定要是菩萨 他可以是佛 就好比至尊磁士为例 那这边就讲到是开大车轨师的一个定义 所以既然说到开大车轨师 他前面有加一个大字 开大车轨 他这个车轨不是一个小小的车轨而已 不是我们像脚踏车这样的小轮 他压过去一个小车轨 他是大车轨 所谓大车轨也就是说 他必须要能够广传的 对于他的一个 他所住宿的一些概念 他所立的忠义是能够广传的 而且他是以很广的礼物来去做全说的 这叫开大车轨 好那再来我们会介绍说 那开大车轨师是有哪些呢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 有中关 东关的开大车轨师 以及韦氏的开大车轨师 而这两个忠义 中关的忠义 以及韦氏的忠义 他都是属于大乘的忠义 那可能会想说 那为何只有提到大乘的开大车轨师 没有小乘的开大车轨师呢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针对于这点 为什么说只有大乘 才有所谓的开大车轨师 原因是在于说 佛陀灭渡以后 其实小乘法还是很盛行的 他不像大乘法就见次隐没了 最后是龙素菩萨从龙宫请回来 将波勒经请回来 才再次的弘扬大乘法 所以这边所谓的开大车轨 就是在佛陀灭渡以后 这个法他没落了 然后再透过这些祖师 他们再次的将他弘扬起来 所以才有所谓的开大车轨 但是呢当时的小乘学派 或者说小乘的这些中义呢 他并没有因此没落 没有因为佛陀灭渡后就没落 他还是很盛行的 所以他不需要有所谓的开大车轨 所以因此呢在讲到开大车轨师的时候 就不会提到小乘的开大车轨师 好那再来就讲到了 开大车轨师主要分为两个 中关的开大车轨师 跟为师中的开大车轨师 那中关中的开大车轨师 有哪些呢 那在我们广望的学派 江梅耀大师的学派当中 承许的是有三位 其他学派他们只承许两位 那当然可能还有一些讲法 但是我们学派主要承许三位 也就是龙树菩萨 慈士菩萨 至尊慈士也就是弥勒 然后以及乌卓 乌卓菩萨这三位 这叫做开大车轨师 主要的开大车轨师 那这三位开大车轨师 是分别开出怎么样的一个车轨 他开出怎么样的一个缩轨呢 这个缩轨也就是说 他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去诠释佛陀的秘义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讲到了 无圣意成立之成 名言上一切所 一切作为皆因理 这是龙树菩萨 他所说的开轨 所开出来的说轨 首先提到了 无圣意成立之成 这边说到 所谓的无圣意成立之成 什么意思呢 认为诸法 皆没有圣意成立 也没有地实成立 没有自方成立 没有自性成立 没有自体成立 没有自相成立 诸法皆无地实 这边讲到无圣意 无圣意就是说 他不需关带 他就能够独立存在 这种状况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任何一法之上都不存在 甚至说乃至最极为成之上 也无法成立 所以你如果说要在任何一个物质之上 或说任何一法之上 找到有所谓圣意成立 或者说找到有所谓有地实这一点 是完全找不到的 所以无圣意成立之成 这个成是指下至为成 这么小的有地实成立的这种为成 下至这种为成 你都完全找不到 都是不存在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提到说 虽然说这些地实成立 是完全不存在的 但是诸法能不能安利呢 是可以安利的 他们是如何安利的呢 是说在名言之上 一切作为基因理 在名言之上 一切诸法皆可安利 但是就以圣意 或者说以地实的角度来看待诸法时 诸法皆不存在 所以诸法它是无地实的 无地实 但是名言而有 在名言上 在名言甲利之上 或者说在分别性的安利之上 它是可以存在的 所以这个是在应成派 应该说中观中 他开派时 他所开出的一个说轨 就是诠释佛陀 在三转法轮最究竟的 一句《波罗经》当中 所提到说诸法无地实的一个概念 它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呢 来说诸法皆无地实 但是在名言之上皆可安利 所有的作为在名言之上 都是合理的接应理 那这个是第一个 龙素菩萨 他所开出的说轨 那第二个提到的是说 开轨论处 他是造了哪些论 来全说这些说轨呢 那基本上我们大家比较 有名的就是提到了理据六论 龙素菩萨造了理据六论 那分别是中论 六十正理论 七十空心论 回真论 细研魔论 锦宝曼论 那这个在我们学习 现观也好 学习中观也好 特别在学习中观的时候 那针对于龙素菩萨 这些论处 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去演阅 那包含说去阅读 他的一些注释 像大师 就有所谓中观的大书 然后宝曼论的解释啊 等等 这些七十空心论的解释 约成菩萨也有造 所以针对于理据六论呢 有很多论 很多这个注释 必须要去演阅 才能够了解 原来龙素菩萨的想法 到底为何 好 那这是他开轨的论述 有这些 然后这边最后讲到一个 持车鬼师 什么是持车鬼师呢 对于这样开大车轨以后呢 能够持守 也就是说他的一个传承主持 能够持守这样一个学派 这样的一个学说的 主持是谁呢 是圣天菩萨 就提到了圣天菩萨 是中观派的开大车鬼师的 持车鬼师 所以就以中观派而言呢 虽然在中观派当中 有所谓的应成派 有所谓的秩序派 而秩序派当中又有分 进步型的秩序 以及于且行的秩序 不管是任何一个中观派的 这些学者 或者说这些主持呢 他们主要都是依循着 龙素菩萨的理据六论 以及圣天菩萨的四百论等等 作为依据 然后再去开眼 再去做解释 所以就以中观派而言呢 最主要最有最权威的主持呢 分别就是龙素菩萨 以及圣天菩萨 那针对于 为什么会有慈世菩萨 是开大车鬼师呢 这就提到了说 波勒经 他在 佛宣讲波勒经时呢 他可以分为 直接显示的部分 以及说隐翼的部分 那直接显示的部分呢 看似就是直接显示 空性的内涵 所以针对于这个部分呢 就是龙素菩萨 在这个地方做了详尽的解释 所以龙素菩萨是针对于波勒经 显意的部分 直接显示的部分呢 做了广大的解释 那在波勒经当中 是不是有提到一个 现关的修行次第呢 在波勒经提到这么多的法相 他不会单纯只有讲空性的内涵而已 所以他势必有提到许多 属于世俗的部分 他可以结合到我们修行 现关修行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如何 结合我们的自身来做修行 那这个部分因为很深邃 难以直接从字面上就去了知的缘故呢 所以 慈世菩萨就针对于这个部分呢 做了现关状元论 造了现关状元论来解释 波勒经属于隐翼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 慈世菩萨呢 他所开出的缩轨为何呢 提到了将波勒经中 隐翼现关次第修实的部分 结合八识七十一 清晰解释 也就是 将波勒经提到这么多法相名词 如何结合到一个修行者 从最下开始 一直到究竟成佛之间 如何修行的次第 并且结合了八识七十一 这就是八识七十一 所提到的就是现关状元论 八品的内涵 他结合到这个八品的内涵当中 然后来修持 所以将波勒经中 隐翼现关次第修持的部分呢 能够很清晰的彰显出来 那这就是慈世菩萨 他所开的缩轨 所以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说中观的开大车轨 分别有龙树跟慈世呢 是从波勒经 显异的部分 以及隐异的这两者 来分辨出 这两位开大车轨师 那我们广望学派之所以 承许慈世 至尊慈世 他是开大车轨呢 主要也是依据中大师 在金曼论当中提到的一句话 在金曼论当中 有提到说 过去西藏的祖师们 承许开大车轨师有四位 其中一位 他是弥勒菩萨 应该说慈世 至尊慈世 那 这四位 是四位开大车轨师呢 是否都是 至终呢 并不是的 所以大师一开始就做了诸多的破斥 譬如说有人承许 陈那菩萨 是这个开大车轨 有人承许 说是世青菩萨 是开大车轨 等等 总而言之 这四位当中 并不是全部都是开大车轨师的 所以大师先做了诸多的破斥 破斥了 他们认为说其他人是开大车轨师的这种讲法 但是唯独没有破斥 至尊慈世跟龙术 所以 因此呢 间接推之说 那可以成立 成立慈世 至尊慈世呢 他就是开大车轨 那这是我们广望的一个讲法 那至尊慈世 他是造什么论 开大车轨 就是如同我们刚才讲到的县官庄严论 那这就是他的开轨论主 好 那这边提到了就是 呃 中关的开大车轨师有两位 再来我们要讲的是 唯狮的开大车轨师 是谁呢 唯狮开大车轨师就是无作菩萨 那无作菩萨他所开的说轨为何 说到名言上无外境 他们不成许 我们现在学完唯狮中意 我们知道说唯狮他们一个很不共的一个成许 就是他不成许有所谓的外境 一切外向的显现 都只不过是我们心绪 心绪之上习气成熟所显现出来的 他并没有在外境上独立存在的 他都是心的一种显现 他是内心的一种体性 所以名言上呢 在名言上是没有所谓的外境的 但是呢 他将诸法分为三性 就是有所谓的一他起 原诚实 以及片记三法 所以这三法当中 一他起跟原诚实呢 他们承许说是有地实的 因为如果说照波勒金的讲法 说诸法皆无地实的话 那就会觉得 他们会觉得说这样破太过了 如果诸法皆无地实 都没有自信存在的话 那诸法是如何案例的呢 这就变得破太过会变 堕入断边 所以这个讲法是不究竟的 那在初转法轮当中 又说诸法皆有志向 那也是太过了 如果皆有志向的话 他就不需要 不需要 应该说 如果他是有志向的话 那他就是不需要关带因缘 应该说皆是关带因缘而有的话 那请问长法 这些警示分别性 假例出来的法 又如何案例呢 所以初转法轮 讲的东西也是太过了 那就会变堕入长边 所以这两种讲法 皆不可 皆不可取 于是第三转法轮在解身秘境当中 将这三 将诸法分为三性 分别为一他起 原成时 以及骗记三法 那这三法当中 哪些是有地时 哪些是无地时 那讲得很清楚 这样就不会堕入长断二边 所以他们提到了 有地时的法是哪些呢 分别就是一他起 跟原成时的法 那一他起我们之前学过 就是只要是时事 只要是无常法 依赖因缘而生的法 他都是所谓的一他起 一他 依其他的因缘而产生的 依其他因缘而起的 称之为一他起 所以这个一他起 以后大家看到 你就要理解说 所谓的一他起的意思 是依赖其他因缘而生的法 那反过来讲 他就是无常法 因为无常法 才是依赖因缘而生的 常法他不会有因缘可言 所以一他起直接理解为 就是无常法 那原成时直接理解的 就是把它当作是空性的法 二种我执的所执净 为空的这种法 所以他就是所谓的空性 在维师派就认为是空性 就是所谓的原成时 那另外一个 骗记是什么呢 除了无常法以外 还有空性的法 排除这两法 还有什么存在的法呢 就唯有常法了 非空性的常法 所以非空性的常法 他也是法 他也是存在的 那这个就可以称之为骗记 所以骗记所指的就是 仅由分别性假例的这些法 存在的这些东西 仅由分别性假例 他不用关带因缘而有的这些法 就称之为骗记 好比像虚空常法抽象的这些东西 他都是属于骗记 所以法就可以分为这三类 那这三类当中呢 依他起原成时 他是有地时的 他是真实存在 他并不是只是明言假例 并不是只是分别性假例的 所以他是有地时的 而骗记呢 他是因为他只是依赖分别性假例而有 所以称之为无地时 所以在维师来讲 就可以分出 依他起原成时 是有地时 而骗记是无地时的 这就是无浊菩萨在全世 为世中时 说出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观点 那这个观点 也是我们必须要牢记在心里面的 我们要知道说 为世跟中观 他不共之处在什么地方 或者说四部中一当中 讲到为世中 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论述是什么 这我们自己在心里面要很清楚 首先他们不承许外境 并且将诸法分为三性 依他起原成时是有地时 骗记是无地时 这个是在我讲到为世中的时候 一个很主要的程序 好 那这是他所开的说轨 那他在开演这些说轨时 他是依着他造了怎么样一个论呢 分别是五部地论 及两种设诵 五部地论就是指于切施地 于切施地论 在汉地 有些讲法说 于切施地论是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所造的 但是 在藏地而言 他们说于切施地论是无所菩萨造的 那另外一个名字 也可以称之为五部地论 那分别是本地分 色觉则分 色施分 色意门分 色施分 这三 这五部 那二色诵就是指阿毕达蒙吉论 以及色大成论 那分别是 这五部地论 以及两种色诵 来开演这个为世的观点 当然无所菩萨所造的论 并不是仅仅只有这些 但是在诠释为世时 那他是主要依着这些论来做解释的 当然无所菩萨他也有解释 譬如说宝性论 以及说 金庄年论 这都是解释中观的意趣 所以就以无所菩萨本身而言呢 他是中观的行者 中观中 他是持中观中的 但是他所宣扬的 他所弘扬的 却是为世的观点 好 那再来说到了 为世的持车鬼师有哪些呢 就是持为世中的这些主师有哪些 他不是开达车鬼师 但是他持的剑是为世剑 那这些比较有名的 慈基班智达当中 分别就有世青菩萨 有陈纳菩萨 有安慧论师 有法称论师 法户论师等等 那这些都是持为世中的持车鬼师 好 那以上这三位呢 就是开达车鬼师 那为什么我们还会看到说 有所谓的应承开达车鬼师 有秩序的开达车鬼师 还有余切行秩序派的开达车鬼师 这是怎么样呢 他并不是真正的开达车鬼师 他只是以从全说之门来讲说 他类似像开达车鬼师的缘故 所以在这个地方把他列进来 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开达车鬼师 因为开达车鬼师 他是必须要具备一个 不依人身相的其他世论 但是我们后面讲到的佛物论师 轻辩论师这些 他们都是主要依寻荣素菩萨 所造的论柱来去做解释的 所以他不严格来讲 他不符合开达车鬼师的定义 但是因为他所做的跟开达车鬼师 有点类似 因为譬如说就以佛物论师 他开出的就是印尘派的开达车鬼 也就是说在此之前 佛物论师还没出现之前呢 其实龙树菩萨他只开出了一个 中官的开达车鬼而已 但是这个中官到底是印尘的 印尘的讲法呢还是属于秩序的讲法呢 其实是比较模糊的 所以才会因此呢分出了之后的 所谓的印尘派有所谓的秩序派 因为针针对于龙树菩萨的讲法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就会分出了不同的学说 所以我们先看到了印尘派的开达车鬼师 有谁呢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学派 也就是狗猛学派江满亚大师说 印尘派的开达车鬼师是佛物论师 但是其他学派他们会觉得是 悦成论师 所以有不同的讲法 那我们这个地方是以江满亚大师为主 所以江满亚大师说 佛物论师是印尘派的开达车鬼师 那他所开出的说轨为何呢 无些许自信成立之成 名言上为名言假有 为名言假有一切作为皆因理 这个讲法跟龙树菩萨的 所开的说轨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诸法 他没有任何一点自信成立的为成 下至为成你都找不到 诸法皆是无自信的 皆是无地实的 但是呢在名言上 他只是名言为名假有而已 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他是假名安利出来的 所以称之为假有 因为如果去寻找诸法 真实存在之处时 你无法找到一个诸法能安利之处 所以寻找诸法存在之处时 最后找不到的缘故 只能说他既然存在 但是却又找不到 又是如何存在呢 最后只好归于说 他只是一个名言假利而有的 他只是分别性假利而有的 是这个缘故 所以名言上为名假有 一切作为基因理 虽然如此诸法皆是名言假利 但是任何的作为基因理 也就是说因生果都是合理的 种子生出苗牙也是合理的 虽然诸法只是名言假有 是没有地实的 但是因生果的道理都是合理的 那这个就是他所开出的缩轨 那他所造的论就是佛物论 而佛物论也就是 如果大家听过大师的公案 最后大师证悟空性时 也是见到佛物论师 拿着佛物论加持他 然后于是他就证悟了空性 所以佛物论也是在我们学习 中观时很重要的一个论主 好那再来就是说到了 持车鬼师 应成派的持车鬼师有谁呢 分别有阅称论师 吉天菩萨等等 他都是应成派的祖师 他虽然不是开派祖师 但是他是持中观派的祖师 在当时 所以分别有阅称论师 跟吉天菩萨 所以我们在学习中观的时候 就会特别学习 阅称论师所造的陆中论 然后学习陆中论时 就会学习大师所造的 陆中论善险秘书等等 那这个在我们学习中观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 那吉天菩萨就我们大家 耳熟能详入行论 那也是我们在学习中观时 或者说平常修心时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论注 那这待会我们可以把法造拿出来 让大家慢慢认识 好 再来讲到了 持续派 针对于龙树菩萨的观点呢 佛物论师 他把它解释成映臣派的一个讲法 当然龙树菩萨最究竟的议趣 也都是映臣的讲法 但是轻辩论师在看待龙树菩萨的论注时 他认为说 龙树菩萨的议趣并非如此 所以他开演出了一个所谓的秩序派 那他同时他所开出的秩序派 也就是经步行秩序派的一个观点 首先秩序派的一个共同观点是什么呢 依他起 元称时 及骗祭诸法 虽无地时 然有志向成立 说依他起也好 元称时也好 乃至说骗祭 这一切法这三这三性就包含了一切诸法 这一切法 我们直接把它讲说诸法虽无地时 他们不承许诸法是有地时的 但是呢 志向是成立的 也就是说诸法虽无地时 然有志向 他是有志向的 所以在这一派呢 在秩序派 他们会认为说 所谓的有地时 跟有志向 他是不同的概念的 有地时 他是不存在的 地时 他是不存在的 圣意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你说诸法 他是 字方存不存在 在志向上存不存在 在字体上存不存在 在自性上存不存在呢 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可以跟 大家提到一些名词 大家先熟悉一下 我们这边提到了 看看能不能直接复制过来 没办法 第一个提到 第一个提到 无自性 自体 自相 自方 圣意 第十 好 提到了这六法 首先 我们刚才提到说 应成派 他们认为说 书法 他没有自相 他没有自性 没有自体 没有自相 没有自方 没有圣意 没有第十 所以在应成派来看 应成派来看 这六者 不管你讲到 自性也好 自体也好 自己的体系 自方 自相 圣意 第十 都是在讲 内法的本质 究竟的一个本质 所以就以 内法的究竟本质而言 他都是必须 关带而有的 所以 你说 这一法 他有没有第十 有没有自性呢 是找不到的 所以 他们认为说 这六者 都是同一个概念 你 不管说 有自性也好 有自体也好 有自相也好 自方 圣意 第十 他都是同一个概念 一旦任何一者 是存在的 圣于五者 他都是存在的 但是呢 在秩序派 的观点 就不是这样的 他把 这六者呢 做了一些分别 说 诸法呢 他有没有圣意呢 是没有圣意的 圣意上是不成立的 有没有第十 地十上 也是不成立的 因为他们认为说 诸法是没有地十的 在圣意上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他诸法是 有自性的 诸法是有自性的 诸法是有自体的 有志向的 有志方的 志方是成立的 所以 他们认为说 如果说 任何一法在 他那个方位上 不存在的话 你去寻找 他的 这个所得意 究竟的实意时 如果你是找不到 你就无法安理 那一法存在 这个之后 我们在学习 秩序派的时候 会再仔细的介绍 总而言之 这六者 他们分了 前面四者 前面这四者呢 在秩序派 认为说 只要他存在 这一法是存在 他必须要 自性存在 自体存在 自方存在 自向存在 但是呢 不用圣意存在 不用地实存在 所以这个讲法 跟应成派的讲法 就不一样了 应成派认为说 这六者 都是同一个概念 他只是 不同的名词而已 但是 在秩序派呢 就把它分为 分为两个部分 圣意跟地实 是属于一种 诸法是不存在 这个部分的 但是呢 就以自性自体 自向自方 他是必须存在的 所以 这个是秩序派的 不共于应成派的 一个程序 那慢慢 我们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应成派 会这么样的一个程序 他有点一个 有点像一个阶梯般 循序渐进 让我们慢慢引导 到这个 究竟应成派的一个观点 好 那再来 轻辩论师 他开出了 自序派 那他所造的论 分别为 波尔登论 中关心要论 那个在学习宪观的时候 也常常会引导 特别是 在学习宪观 主要是以 秩序派的一个观点 在全说的 所以会引 常会引到 这两部论 那持车轨师 就是智慧障论师 那再来 同样的 轻辩论师 开 秩序派 开出秩序派的车轨师 同时开出了 经步型秩序派 那秩序派当中 分出了经步型 跟于且行 经步型的观点 跟 经步中 就是我们 四部中一当中的 经步中的观点 有诸多类似部分 所以呢 说 随经步型 他的讲法 跟经步中比较类似 所以说是经步型 而于且行呢 就是与为式 比较接近的缘故 所以说为于且行 随于且行 所以秩序派就分 分出了经步型 以及于且行 二种 那 轻辩论师在 开经步型时呢 他所说的说轨 为何呢 是秩序鬼 首先 这个经步型的说轨 经步型秩序派的说轨 首先他是承许 秩序派的说轨 再来就是 许有外境 不许自证 那 唯一的差别就是 同样诸法 皆无地实 但是有志向 但 虽然有志向 但是 也有外境 他们承许有外境 不许自证 不承许有所谓的 自证之 那这个是经步型 秩序派的一个观点 而于潜行 于潜行的观点是什么呢 于潜行是谁开的 是秩序论师 秩序论师 那 他所开出的说轨 什么是 秩序鬼 许有自证 不许外境 那他刚好反过来 跟经步中 经步型秩序派的一个讲法 刚好反过来 他是 不许有外境 但是 曾许有自证之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经步型跟于潜行的一个差异 虽然说在诸多的部分 譬如说 承许诸法 皆无地实 但是有志向成立这一点 是共同的 但是到底 有没有外境这一点 有就不同的看法 然后有没有自证之这一点 就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这个就是经步型秩序派 跟于潜行秩序派 不同的观点 好 那积序论师 他所造的论就是 中观庄严论 以及中观庄严论的自识 那 识车鬼识分别就有 在于潜行秩序派 同为识派 有分出了 实相 于潜行 跟假相为 假相于潜行 我们在学习 为识的 为识中的时候 不是有说到 为识中分为 实相为识 跟假相为识吗 那实相为识 的识轨论师 就有 吉户论师 莲花戒论师 跟圣洁若君 那假相为识 假相于潜行 就有狮子贤论师 杰大利 以及老娃娃 这三位主持 那我们在学习 现观时呢 主要就是依循着 狮子贤论师 所造的 所造的论 明显易顺 所造的明显易书 然后来做诠释的 因为他将 现观庄严论的内容呢 很清晰的解释 然后又用 很精简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 针对于 现观庄严论 八品 那做解释呢 事前论师 就造了一部叫做 明显易书的论处 那这本论处呢 很清楚的解释 而且非常的 非常的精简 所以 我们在学习 现观的时 就主要依着 这样的一个论来学习 而金曼论 主要就是解释 明显易书的 这本论 所以 这我们在学习 现观主要就是 依循着 狮子贤论师 以及 圣解脱军的 一些论著 来做学习的 所以这些主持的名字 我们要慢慢认识它 然后到时候 我们再介绍法造 好 再来 我们再讲到 刚才讲到这些都是属于 中观的 开大车轨师 也不能说中观的 开大车轨师 也就是说 中观开大车轨师 分下来的一些 从 全说之门来 分出的开大车轨师 它并不是真正的车轨师 好 那再来 就讲到为士 为士有分 实相 跟假相为士 实相为士跟假相为士 那实相为士 开出车轨的 就是世心菩萨 那他所提出的观点 就是我们在学习 实相为士的观点一样的 凡夫之直色跟限量 显现色为初相 如所显现成立 这边所讲的就是 我们将 譬如说直轻的掩饰 他将轻色看为轻色 轻色看为初相 这一点呢 都是如同我们所显现 一般成立的 它是 它是量的 它不是错乱的 那这个是 实相为士的讲法 那这个讲法是 世心菩萨所开创出来的 那他所造论比较有名的 有八品论 他讲为士的时候 主要依着八品论 有 庄严经论事 辩法法性论事 辩宗辩论事 注书道理 还有作业品 五运品 二十品 二十送品 三十送品 分别为八品论 然后再来介绍 假象为士的祖师 开派祖师 就是陈那菩萨 那同样的讲法就是 我们凡夫直色根的限量 显现色为初相 非如所显现一般成立 那我们在学到 假象为士的时候 不是说到 直青色的掩饰呢 他将青色之为青色 青色之为初相 青色之为外境 不管是哪一个 这三者 皆是错乱的 在假象为士的看法 皆是错乱的缘故 所以乘之为假象 那这个 这个讲法呢 主要是陈那菩萨 他所提出来的观点 那他在全说这个时候 他是依着八千颂 他所造的八千颂 色异论来做解释的 好那这边以上呢 就介绍完中官派 以及为士派的 这些开大车轨师 当然在不同的学派当中 对于这些开大车轨师 有不同的观点 譬如说 在其他的学派 他们会认为说 应成派的开宗祖师 开派祖师 并不是佛乎论师 他们认为是月称菩萨 同样的 有人认为说 于邪行秩序派的 开大车轨师 也不是吉乎论师 是圣解脱君 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地方主要是 依着我们广望学派 江妙大师 他的讲法 好 那至于到底是 哪一个才是 真正的开大车轨师 等到学习 正式学习到 现官时 有这个开大车轨师的 一个单元 那时候就会很仔细的 去做讨论 那我们刚才说到说 有人认为说 开大车轨师 其实只有两位 并没有所谓的 至尊 磁士 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 他主要依着也就是 大师所造的 变了不了意 散说 战论 这个地方最后一页 我们可以看到 变了不了意 散说 战论当中 提到了一个寄送 一开始在归敬送的时候 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寄送 说到 上开佛语 二车轨 故令如来 最圣教 如日光线 遍三地 敬礼龙猛 无作主 这边说到了说 对于佛陀 对于上开佛语 也就是说 善巧解释佛语 开出佛陀的 这种车轨 佛语车轨 只有二车轨 上开佛语 二车轨 有二大车轨 故令如来 最圣教 所以就使得 佛陀的这样的一个圣教 如日中天 光显 遍 遍于三地 敬礼龙猛 无作主 那最后讲到的 这两位是谁呢 二大车轨是谁呢 就是龙猛跟无作 龙猛 就是指龙树菩萨 无作是无作菩萨 所以就敬礼他们 所以从这个寄送当中 他们就会认为说 开大车轨 其实就是只有两位 因为在这个寄送当中 也就只有提到两位 并没有提到 至尊慈世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讲法 在我们至终 也就是说 加密亚大师的一个 辩析当中就提到说 这句话的意思 是指说 对于佛语 去分辨了不了意 了意跟不了意的 开大车轨师 是两位 也就是龙树菩萨 以及无作菩萨 所以就以从 分辨了不了意的 开大车轨师的角度来讲 开大车轨师的话呢 确实就是两位 龙树菩萨跟无作菩萨 但是就总体 开大车轨师而言 那我们可以把 至尊慈世加进去 虽然至尊慈世 并没有特别去分辨了 了意及不了意 但是他依然可以是 开大车轨师 所以当其他学派 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 说 其实开大车轨轨师 只有两位 因为大师 中大师所造的 变了不了意 上轨轨师 提到了这样一句话 那我们就会回答说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说 分辨了意 以及不了意的 开大车轨师 是这两位 那这个是我们 学派的一个讲法 那再来 我们要先介绍一下 这些祖师的一个照片 等一下 好 那这张法照 相信大家也都看过 那至于说 哪些祖师是 是谁 谁是谁呢 可能或许都不清楚 那因为我们将来 如果要广学 势必要对于这些祖师 多多少少有点了解 所以呢 我们这边简单的 做一下介绍 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 开大车轨师 有中观的开大车轨师 以及为师的开大车轨师 那我们先从左上方来看到 也可以分为 身见跟广行 两个部分 那首先讲到了 中观的开大车轨师 分别是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 那为师的开大车 是五左菩萨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龙树菩萨 头上有七条龙 七条蛇 然后 石车轨师 圣天菩萨 在这个地方 这都是 中观中 或者说中观 一成派的组织 然后 再来 看下来 从左边这边看下来 分别是 功德光 功德光论师 它是 主要我们在学习 戒论的时候 都会依循 功德光 所造的论识 所以如果从这张 唐卡上来看的话 左边是功德光 你看他的 他的法座上 他插了一个席杖 表示注识戒律 同样的在右边 右边这个地方 看过来 释迦光 他的这个座位上 一样也插了一个席杖 他也是表示注识戒律 所以在我们学习戒论时 就学别解脱戒时 分别就依循着功德光大师 释迦光大师 所造的戒律的论识 来做学习 那再来往下看到 陈那菩萨 这位是陈那菩萨 陈那菩萨就是 我们在学习 适量论的时候 主要会依循着 他的论注来做学习 同样的 左边对过来 右边对过来这边 法称论时 我们学习适量论 学习量论 学习适量论 适量论就是 法称论师所造的 所以学习量论时 主要都是依循着 陈那菩萨 以及法称论师他们所造的论注 来做学习 然后再来从左边这边看下来 轻辩论师 轻辩论师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这个中观秩序派的 开派论师 特别是在经步行 经步行秩序派 就是他所提倡的 所以学习宪官的时候 也会依循着 轻辩论师的论点 然后 对过来这边 有施贤论师 施贤论师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它是属于 于邪行秩序派的 开派 也不是开派 是持轨论师 持轨论师 那我们在学习宪官 主要就依循他的论注 来做学习 那同样的 这边看下来 右边看下来 这个圣解脱军 圣解脱军也就是 这个于邪行秩序派的 持轨论师 所以学习宪官的时候呢 主要也都是依循的这两位 圣解脱军论师 施贤论师 所造的论注 在学习的 好 那再来 左边这边看过来 佛物论师 佛物论师就是 我们刚才说到的 印诚派的开派主师 他是 印诚派的论师 所以学习宗官的时候 也是会依循他的论注 来做学习 因为时间的缘故 所以我这边只能讲快一点 不好意思 因为 这边大家虽然不熟悉 但是因为今天时间比较晚 所以我就 把它稍微带过就好了 大家之后有空慢慢去 仔细的 仔细的研究就行 然后再来 那月称论师跟积天菩萨 也都是中官派的 死鬼论师 所以 月称论师就是我们 学习中官 中官的时候 特别需要 依循他的论注 来做学习的 还有积天菩萨 修行 或者说学习中官的时候 也都会依循他的论注 好 那这是 左边的部分 那右边 下面这个地方 是莲花界论师 以及金秘论师 那金秘论师就是早期 这个莲花圣大 应该说在 宋章刚不亡的时候呢 有请金秘论师 进西藏红房 所以刚才讲到说 金秘论师 它是 自序派的 予邪行自序派的 开派主持 那莲花界论师 是属于 死鬼论师嘛 也就是说 我们在学习 现官的时候 主要依循 予邪行自序派的 一些观点 那都会参考 这几位论师 四日贤论师 圣解脱君 以及莲花界论师 金秘论师的 一些论注 来做学习 那最上面这边 我们刚才漏掉的 为师的开派论师 是 无卓菩萨 我这上面都已经标名字 所以大家 我这个唐卡 这个法照 也都放到云端上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把它自己 下来看 那世清菩萨 我们在学习 拒舍的时候 主要就是 依循着世清菩萨 所造的拒舍论 来做学习的 所以这些祖师 分别是 十七大观之党 还有阿底下尊者 就是我们在 学习五步大论的时候 主要依循的 一些权威的祖师 所以在此也跟 大家介绍 先让大家认识 那之后 不管在学习 匹博舍纳也好 在学习 现关中关的时候 都常常会引到 这些祖师的论处 所以我们势必会跟 他们越来越熟的 一开始 确实连这些论的名字 都没听过 连这些祖师的名字都 没听过 会感觉很生疏 但是慢慢经过 多年的学习下来 你会发现 你跟他们 越来越亲切了 越来越靠近了 那也就是说 我们跟他们的 心绪的距离 越来越接近了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 佛法的一个目的 我们要跟祖师学习 所以说 这边就简单介绍 这个 十七大观之党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些开大车轨师 个别的名字 以及说 他们所开出的观点 还有论处等等 好 那 那我今天 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们先看到 我想要今天先 在维市这个地方 做一个收尾 因为我们这边 已经算结束了 所以我们这边 做一个收射 我们总共花了 好几堂课 把维市中学完了 那维市中 到底带给我们 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在心里面要 至少要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既然学习完了 维市中 那维市中到底讲到什么 不能提到维市中 是我们脑袋一片空白 所以我们这时候 要把它收射起来 到底维市中讲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知道 他的定义是 他不承许有外境 维市中不承许有外境 那他们将诸法 分为三性 一他起 原成时跟 骗记 那这三性当中 一他起原成时 是有地时的 而骗记 他是无地时的 那这个就是 维市中 他一个最主要的观点 所以当人家问到说 维市中 他主要的观点为何 那你就要提出 这样的一个讲法 不承许外境 那承许说 一他起原成时 是有地时 而骗记 是无地时的 这种中意者 宣说佛教中意者 就是维市 那维市呢 又分了哪些呢 有分假象为师 有这个 假象为师 实象为师 那将青色建为青色 认为是错乱的 青色建为 出向是错乱 这一点是 这样的一个程序 主张者 就是假象为师的 一个主张 所以在心里面 要献起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实相为师派当中 又分为三派 那分别有所谓的 二举等数啊 半轮堆开 种种无二派这些 那假象为师呢 就有分 有够跟无够啊 那所谓有够跟无够 又是讲什么呢 是指说 心的体性 有没有被 无名习气所污染 被污染的是有够 没有被污染的是无够 那另外一种讲法 就是说 佛陀到底 有没有错乱显现 有错乱显现的是有够 没有错乱显现的是无够 那就可以知道说 假象为师派 有分这两派啊 然后假象为师派 又有分 所谓的随教型啊 随理型 所谓的随教型 是什么叫随教 我们知道 随教就是指 依着无卓菩萨的 于切实地论 所提出的 为师中观点的 是随教型为师 那依着七部量论 也就是法称论师 所造的七部量论 所提出的 为师观点 那就是随理型的为师 那就这时候 我们心里面要知道说 为师他就有分 这样的讲法 那为什么称之为为师 称这个为 是仅仅只有的意思吗 那什么仅仅只有呢 是诸法 皆是仅仅只有新的 皆是新的体系 他都是新旗器所显现的 这也是为师中 一个很主要的讲法 所以说没有外境 是这样子的 那 这边就讲到说 他的程序 有分为根 道果 或者说基道果三者 我们可以将为师中的 主要观点分为 基道果三者 或者说根道果三者 那根的部分就指说 对于静的安利为何 对于有静的安利为何 那静 他就所谓的法 法 他就分为所谓 有伊塔奇 有元城石 有骗记啊 这些 那这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那 针对有静 那就是有所谓的 随教型的程序啊 除了六根之上 他们程序有八式啊 就有阿赖耶士 有染无翼啊 这我们之前也仔细介绍过 所以大家如果说忘记了 或者说想要再复习 可以回去复听啊 那这是属于基的部分嘛 那道的部分呢 就是他所修的内涵 到底为何呢 所修就是包含了 有初分的无我 以及细分的无我 那所谓初分无我 就是不特切入无我 独立自主实体空 这是不特切入无我嘛 那所谓的法无我 就是说无外境 无恶取空 应该说恶取空 这个是所谓的法无我 然后透过修习这两者 他所要断的是什么 所要断的就是 烦恼障以及所之障 那烦恼障就是 普特切入无直 这些根本烦恼啊 随烦恼 这些都是他的所断 这都是属于烦恼障 那所之障所指的 就是对于 有外境的这种直取 认为说恶取 能取所取 他是直译的这种 颠倒直取 他是所之障 所以他所断的就是恶障 所以这些行者 他主要要修行 他就是 主要修行无我 然后去断除恶障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他就能够修行 依序修行 分别有五到十地 案例嘛 所以小称有五到十地 大称也有五到十地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修行 最究竟呢 小称他们就会获得阿罗汉 那阿罗汉当中又有分 有所谓的这个有余涅槃 无余涅槃这些 那大称的除了十地 最究竟到达就是佛陀果位 到了佛陀果位以后 你就又获得四身 有所谓的法身 以及报身化身 那法身当中又分了自信法身 以及智慧法身 总而言之 透过这样的修行 从最初资良道 依序慢慢慢慢修行 将我执见次的断除 让他越来越薄弱 最终连根本都断除 这种法我之也都根本断除时 那就会获得究竟佛陀的果位 那这就是在维世当中 他主要提出的这些观点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我们把很多现观啊 包含说中观 后面很多内容都放进来讲 所以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最后结战就说到了 奉行模拟教法者 所说为世诸宗义 此文犹据善说传 智者离当欢喜录 对于佛陀的教法呢 提到为世的这种宗义呢 那在这个地方 江明亚大师 他已经很清楚的 做解释了 那智者一个智慧的 具有智慧的人呢 应该要很欢喜的去去录啊 好 那再来就是介绍到了中观中定义 主张没有丝毫 地时成立的法的宣说 佛教中意者是中观中的定义 那这个我们就下次再做介绍 以上就是完整的介绍完 为世诸宗的中意 好 那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 有没有问题 法师吉祥如意 我可以请问一下 您刚刚出的那张表 就是介绍大车轨的那张表 里面有讲到说 佛护论师他的中意 他的见解 跟龙树论师一样 但是我发现他里面有一个 叫做为民安利 那是不是龙树论师 其实他也有讲为民安利的这件事 这是第一个问题 是 那请问 那那个为民安利 那是在那个龙树论师 哪本著作里面会特别讲 为民安利的这件事呢 这个在很多地方都有提到 他不是只有单纯迫使说 诸法就有地时这一点 他同样会成立 诸法是存在这一点 否则你会迫太过 所以在龙树论师的论处当中 他除了说第十五以外 他还有说明言有 所以明言有的部分 就是明言假有的部分 所以这点是一样的 好了解了 法师还有一个地方是请问说 刚刚你讲到说 那个秩序 金部型秩序 说他的程序跟金部中相同 可是金部中不是有程序 那个有自证 但是这边不程序有自证 为什么要说他跟他一样 为什么不说他跟印城派是中介是比较像的呢 是因为他的讲到你刚刚说的介绍的六个内涵 那个六个内涵 他有三个不程序 所以因此说他没有把它比对到印城派吗 应该不是这样 就是说金部型并不代表说他所有程序都一定要跟金部中一样 他只是说很多地方是类似的 所以他说他是金部型 但是你要说金部型 他一定都要跟金部中的讲法一样 那是不一定的 因为就好比说金部中有些会程序有自证 所以这一点上就不同了 所以金部型也不用这么纠结说 他一定要跟金部中一样 云切新也不用纠结说 他一定要跟维世一样 那你要说他是不是跟这个印城比较接近呢 至于说为什么要这样取名 我也没有很经典上也没有很清楚 但是大致的方向是这样子 好哦谢谢法师 好 这边好像有人问到说 若依这个开大车轨的圣者排列 广望学派在智良田上 明乐此尊人与吴卓士卿菩萨在同一边吗 其实就刚才的这个 这个堂卡来看的话 他主要都是针对于见解的部分在诠释的 所以 严格来讲呢 这些都是 都是在见解上做出区分 所以刚才有讲到说 身见广行这个部分 应该是要调整一下的 应该不是讲身见广行 我们在智良田看到的是身见广行 那身见广行因为 为什么会把弥勒菩萨跟 这个无作菩萨放在一起 是因为无作菩萨他 主要是依循着慈世菩萨 或者至尊慈世他所造的论著来做诠释的嘛 所以他把它归类在一起 也就是他属于阐述为是 不是说阐述广行的部分 把它归类在这个部分 对 好 所以 弥勒慈尊 人与无作菩萨 菩萨在同一边吗 是的 在同一边 好 那因为时间已经超过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就先上到这个地方 几格早 生生有胜 忠科巴 未做大乘 知识里 愿与佛战 上文道 虽刹那请不战舍 我知师长 综合法 或居兜率 或几额 任处何处 圣净土 我等愿生眷属手 出乎广大 求多文 宗宪经教 接教授 后近日夜 骗寻修 魏宏圣教 骗回向 至尊师长 受兼顾 捷径师也 骗十方 上位教法 隆登 长破三界 众生案